一马发展公司舞弊案审讯昨天进入第十七天 控方第九名证人也就是一马公司前首席这新员 达到沙弱继续共挣 沙弱指出 巫统党员对刘特佐接近和影响前首相达到许拿吉 感到嫉妒和不满 对此刘特佐曾经告诉沙弱自己必须低调 以免拿吉的地位受到影响 沙弱表示 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 开始有人知道刘特佐在拿吉和沙特阿拉伯 阿布扎比以及中国的关系中扮演着重大的角色 拿吉成为了一马发展公司唯一的利益相关者 巫统有很多人妒忌刘特佐影响和接近拿吉 对此刘特佐曾告诉沙弱 他必须保持低调 以便不会让拿吉的地位受到威胁 当时沙弱也觉得刘特佐说的有道理 此外沙弱也透露 刘特佐曾经送他黑莓手机 由于黑莓手机的即时通讯软件BBM 是当时最安全的通讯 所以从2014年起 刘特佐常用BBM和他联系 偶尔也会使用Skype 之后刘特佐指示他删除所有电子信息 通讯记录和销毁相关文件 他说这是为了保护拿吉和政治攻击 而是为了保护拿吉 使用权进去看